- 歡迎繼續收看台中大未來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台中大都會格局院 目前新建的狀況以及未來營運的一個過程 前一段節目我們有介紹說 這個不是由整個經費來講 其實投入了包括我們自己編了22億的一個預算 那重要不是20億元的一個預算來興建這個案子 但是民眾會覺得說 同樣是整個國家級三大的表演藝術中心 像我們看到的國家兩廳院以及未來的 目前也在興建的這個魏武營這個部分 那為什麼台中大都會格局院 它都是整個國家級的這個藝術表演中心 那為什麼是我們自己還要出錢 但是魏武營它部分 它的這個總經費是101億元 全部都是由重量來出 我想這個部分我稍微做一個說明 台北的兩廳院當然大家沒有話講 它已經20幾年了 那一開始就是由文建會 他們在做這樣的規劃 然後再營運 那至於高雄的魏武營 其實那一塊地基本上原來就是我們 當兵的時候還在那邊服過兵役 它就是軍方的土地 所以高雄的魏武營兩廳院 它是由文建會 主動 它由他們去蓋的 你就從頭到尾它跟地方並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聯性 是說它可能考慮到北跟南 然後在台北有兩廳院 然後去高雄蓋有兩廳院 所以那個主體上是由文建會主動去蓋的 所以它跟地方的關聯性並不高 所以你說高雄縣也好 高雄市也好 屏東縣 而且它還蓋在這個三個縣市交界的地方 所以就是它的情況 要造福這個南部的民眾 我們台中不一樣 我們是爭取 我們自己主動去爭取 而且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爭取到有一半來蓋 那剛剛也特別解釋過 我們當初蓋了 當然我們的方向就是朝自己來委外經營 那後來是因為現在時機的問題 我們才做這樣的改變 所以我想這有時空上的差別性 對 你倒不能說用這樣 現在去往後再往前推 那這樣推起來的話 當然就會有一些差別性 不過我想 我們的歌劇院 底底確切要講起來 還是我們台中市政府的政績 因為我們主動爭取 然後才能夠今天能夠有這個歌劇院的存在 所以是不是先自立自強之後 才能夠得到這個中央的這個關鍵 也就是我們自己去努力去爭取 對啊 當初你沒有去蓋 它不成為我們的市政建設的話 現在有再多的國家本身的事務中心 我們也沒機會啊 對不對 所以市民會很在意 如果既然把這些 變成捐贈給中央這樣子 那整個部分未來 到底對市民來講 那中央我把這樣一個 價值這麼高的一個建築物 甚至這個是未來一個知名的一個地景的話 那這個部分捐贈出去 那我到底市民未來有 什麼樣得到這樣一些回饋嗎 我想應該從兩方面來講 這個 所謂最重要的回饋 就是你能夠帶來最好的表演 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的 也就是讓我們中部的民眾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歌劇院 欣賞到好的節目 那其次呢 其實我們可以這樣看 我們台中 也因為有台中歌劇院 好 再加上喔 像你看我們現在台中有 在日本三大知名的建築師通通來了 不只是伊隆李雄的這個 包括安藤忠雄的 在亞大的近代美術館 還有我們自己現在還在規劃 我們市立美術館跟市立圖書館 叫文化二館 魅島和市也是非常重要的建築師 也是得到 同樣得到 福利茲克獎 福利茲克獎 2010年的得主 福利茲克獎 福利茲克獎 這會變成一個群聚效益喔 所有的這些藝文界的 或者觀光界的朋友 他來到台灣 是他會專程為了要到這個館來看 所以他所帶動的經濟效益 這個經濟效益絕對不是你22億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麼未來他的產業 因為文創產業嘛 剛剛我提到的 無論是歌劇院 近代美術館 文化二館 這些都是文創的一些相關的產業 那他可以帶動 讓台中成為文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 那再來是因為觀光客來了 帶來了商機 那也因為這樣的帶來商機 又帶動整個地方的房地的發展 所以他其實對民眾來講 其實是讓城市 我剛剛一直強調說 當這些館都成立了 台中會讓世界看得到 而不只是帶來人的問題 更帶來商機 帶來經濟等等 我想這個部分的效益 倒是更大的 這個是值得我們期待的事情 的確有這些世界級的這個建築大師 尤其我們剛才提到這個獎 就是普利茲克獎 他其實 絕對不到現在 其實大概從1979年就開始成立 1979年是第一屆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的這個安藤宗雄 他是在1995年得到這個獎 然後大家比較知道就是貝律明 他其實在1983年也曾經得到這個獎這樣子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雪梨歌劇院 其實他這個設計師 約翰·烏松 也是在2003年得到這個獎項 他也是透過這個 雪梨歌劇院獲得這個獎項 我們怎麼樣做國際化 我們當然就是各種各樣的國際交流的機會 都不要放棄 我舉例來講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一個歌劇院 而且這個歌劇院一定要 這種國家級的專業團隊來掌管 就是因為我們辦了太多了 你想想看 從過去這12年 胡志祥市長 接任市長之後 他辦過多少大活動 你像比較近一點的 比如說像Lady Gaga 之前El Devo 像Pavarotti Corellus 通通都來過 但是他們那首演出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正式的場館 所以都是做戶外的 當然台中有一個最好的全台灣沒有的做戶外演出的一個條件 天氣是如此之好 對不對 可是畢竟有的時候也會有一點遺憾 因為畢竟戶外演出不適合交響樂團 或者是那個舞台的變化要非常繁複的歌劇 欣賞的感覺是就還是會有差 其實因為歌劇有太多很繁複的舞台的這個道具 還有布景的變化 所以你在戶外的舞台 畢竟是有受限制 所以現在有這麼一個場館 我們已經期盼很久了 那既然期盼很久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有一個一次到位的專業團隊 那為什麼要提到兩廳院 因為兩廳院已經運作了27年 你知道他們要多少人 他們光但是這個所謂的約聘人 就200多人 再加上所謂的論時計酬的點工 要將近400人的一個專業團隊 只是負責台北的兩廳院 那你未來還有魏武營 再加上我們中部的國家各劇院 所以其實相關的人才沒那麼多 那你與其大家都去搶 我也可以自己經營 那我就要組成一個團隊 我要去跟人家高薪去挖角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團隊 他在北中南各設一個總監 就國家整體成本來說也可以這樣 我也不必要花另外一個經費 再去搶人才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對這個 各劇院的期盼非常非常的高 他未來將是一個擁抱群眾的 一個場館 他絕對不會是文子館 他絕對也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 廟堂 殿堂 他是一個擁抱群眾親近民眾的場館 所以為什麼我們也很希望能夠 像剛剛蔡副總長也稍微預告了一下 結果都已經跟大家先宣布了 就是希望在這個外觀還有景觀都完成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辦一個像在工地裡面的草地上的 這個月光音樂會大家戴的安全帽 那以後呢也希望爭取到 每個月至少有一場的市民音樂會 讓大家可以進到這個殿堂裡面 來很盡心的欣賞音樂跟看表演 所以未來這個大獨會歌劇院 他成為這個國家級的時候 其實名稱就會證明成為台中國家歌劇院 其實民國92年的時候 他的原來名稱就是這樣 後來才改過 所以現在我們這個目前的名稱 還是我們台中大獨會歌劇院 那三獨通過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尋求議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馬上在最近的會期 就會把這個案子送到議會來 那議會也是代表著民意嘛 就是說我們讓所有的市議員 都能夠了解這個案子 那麼能夠在議會裡面得到議員的支持 讓這個案子能夠順利通過之後 我們就會正式的發函給中央 那中央就會經過一大的必要的程序之後 就正式訂名叫做台中國家歌劇院 對 我想不管是民意代表或是市民 他所在意的除了我們剛才前面所講的說 能不能欣賞這個低成本 但是我又可以高品質的一些表演 另外一部分在意的就是說 到底這個國家級的 這樣一個也很重大的一個建設 在這個地方完成之後 到底能夠對台中而言 帶來什麼一廂周邊的效益 這個部分副作者這邊怎麼看 我剛剛特別提到 這個台中在整個重大的建設 這幾年來我們規劃了很多不只是文化的 交通的 甚至包括像我們的水蘭經貿原區經濟的產業的大的會展中心 所以台中在整個整體的建設上面 它是均衡的 從經濟 文化 產業 交通 全面性的建設 那現在大致上都已經完成 該規劃的 該動途的 該施作的 所以未來的 我必須這樣講 真的 未來四到五年的時間 當這些建設都完成了之後 台中絕對是脫胎換骨 那在整個所有建設當中 絕對不能夠少掉文化這一塊 甚至有時候我們在整個城市的建構上面 要以文化先行的概念 讓文化當城市可以跟產業結合的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這個效益 這個效益絕對會凸顯出來 因為有這個非常好的格局院 它不只是附近的這些房地產的問題而已 更重要的是 你看這個觀光是整個大台中市的觀光 產業是大台中市的產業 它可以跟交通跟其他的所有建設都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那個效益絕對是 不只是相加的效果 甚至是相成的效果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這個格局院為台中 真的是帶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前進的指標 其實也某種程度代表台灣讓世界看得到 那局長你的看法 因為像文化其實是不太容易去做一個觀察 到底文化水平高 文化水平低 其實就民眾來講 可能他有時候會比較說 這個能不能吃得好這樣 可是在某個文化層次上 一般民眾並沒有辦法去感受到說 我要去欣賞這個音樂 我要欣賞戲劇 或是我要欣賞這個對心靈來講的成長 可能這個對目前來講 很多民眾沒辦法去理解說 在這個部分文化的提升的重要性在哪裡 好 其實文化是無所不在 文化其實就是我們態度 跟對生活的這種品味的一種展現 所以你很難說我多了一個場館 我們的文化水準就一定提高 但是你沒有這個場館 你提升的某一種機會就沒了 所以你相關的各種各樣的建設要 你在地的一些文化的保存發揚也要 我們要引進西方的 西方的一些好的表演藝術進來 我們自己也要把我們的好的藝術能夠介紹給國際 那剛剛提到台中要走向國際方法很多 但是文化藝術的方式是最快的 那另外如果有一個好的場館 讓這些文化藝術的展現有一個好的載體 可以來展現 那就是如虎添翼 所以今天我們很可能因為在一個世界型的地標 讓全世界看見台中 但是這也是讓我們台中的民眾 藉由這個機會讓大家見識到我們台中人的美 不是說台灣的風景最美的是人嗎 那好台灣最美的風景在台中 台中最美的風景是人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好可以展現屬於大台中市民的人文素養 這也是我們最棒最棒的一個文化行銷 尤其像現在大家提到的是文化創意這一個部分 那其實文化的部分透過這樣一個國際的表演團隊 來到台灣來到台中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是產生一種文化刺激 因為看不到我過去可能沒有那個機會看到國外一些表演 那這個文化刺激對於整個一個市民 或者是對整個台灣這塊土地來講 有這樣來自於國外一個文化刺激來 對我們未來發展這個文化創意產業 你覺得有什麼好處 一定有幫助的 我趕快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好了 就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市長特別邀請了蘇格蘭風迪來到台中演出 那我讓他們的演出的方式 就是也有遊街的 採街式的這樣的一個演出 那也有到學校裡面 也有在我們的圓滿劇場 各種樣的形式都有 那他們所到之處 民眾的風靡 然後每一個把他們每一位的團員都當成這個 這個了不起的偶像 那他們非常非常地開心 所以對我們台中念念破 他們是永遠沒有想到 他們居然在亞洲的台灣 在台灣最中間的台中 可以享受到這麼大的民眾的一個熱情 這是什麼 這就叫做國民外交 那這是什麼 這也是文化交流 所以今年我們還打算再請他們來一次 因為帶起來這回想真的是很大 但是你說這什麼刺激 大家眼界可以打開 其實現在是一個資訊時代 大家上網什麼都有 可是你有一個 不要說你親耳聽到 親眼看到 然後你可能有面對面的這種的接觸 那種感覺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刺激 那也是一個提升的機會 交流的機會 同樣我們請國外的來 我們也要把國內的行銷出去 當我們的國內的這個表演團隊 在我們的絕佳的一個場館裡面訓練 而且展現出它最好的效果之後 再把它行銷到國際 不是也是一個很棒的 我們台灣走向世界的方法嗎 我再補充一下 我們台中市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最主要是我們的學生數很多 其實你看全台灣 以我們270萬的人口 我們的學生數將近60萬 這個比例相當高 因為我們有17所的大學 365所的中小學 所以你看為什麼台中市的平均年齡 比其他還低 我們會看起來像個年輕的城市 那就是我們的利基 因為我們所有要去如何提升 國民的教育水準 文化水準 其實要從學生做的 從小讓他 教育紮根 對 教育紮根 所以如果在中部地區 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場館的話 我們就會鼓勵我們的所有的學生 能夠來參與 以我再舉個例子 最近我們有一個展覽 叫米羅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在北 在高雄都展過了 現在來到台中了 那來到台中我們在策略上 我們就積極鼓勵我們的學生來參加 我們透過教育局讓各個 尤其偏鄉的孩子 如果我們今天能夠讓大台中市 比較周邊的孩子 他們都能夠來欣賞米羅 這樣一個世界級的展覽的話 對學院來講 剛剛局長講到視野就打開了 所以我們甚至用提供交通車的方式 我們把偏遠的地區的孩子 都帶他來欣賞 所以我說要談到說 未來歌劇院的效益的話 我覺得從教育的部分來著手 也是會帶來很大的一個效益 尤其像米羅的畫作 就是充滿童趣 也充滿一些想像 其實對這個孩子 他們欣賞這些畫作 就能夠刺激他的一些 不同的想法激發他 對這些想像 其實對未來的一個發展 不管是他自己 或者是對他的學校 對他的家庭 甚至對整個國家來 都是一個後職 這樣一個文化根基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 大多位科劇院的一個興建 其實也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 就是說讓這些學生 或是市民 能夠透過這樣一個展演活動 能夠讓他有一些文化的一些交流 來自於後職他對這個文化的 一個提升的這一個部分 那我想最後是不是請兩位 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這個台中大多會科劇院 也就是未來這個名稱 就是說台中國家科劇院 這個部分未來它的發展 是如何能夠帶給台中 什麼一些利益 我們先請葉局長 好 台中大多會科劇院 或者是順利的在議會完成了審議之後 能夠成為台中國家科劇院 它是我們所有大台中市民的驕傲 是我們共同的資產 是我們未來邁向國際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stepping stone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那我們文化部已經說了 他要全心擁抱這樣一個案子 那我們現在也希望所有的台中市民 也全心擁抱這樣一個科劇院 因為這個科劇院是屬於大家的 它不但是我們台中市民的驕傲 更是台灣之光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一個 科劇院的興建跟營運 帶給我們大台中市民 更多更多視聽上 藝術欣賞層次上的享受 再來我們請 蔡副市長 我想一個世界所矚目的一個地標 那麼即將在年底就要誕生了 建築本身這是很明確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可以摸到 可以體會到了 可是接下來的營運 我們希望能夠相得益彰 所以以我們市政府的立場 絕對不是只有把它交給中央營運 更重要的是 在未來營運當中 我們都會參與的 我們不但參與 而且我們要積極參與 我們只要確保它未來的營運 能夠符合所有市民的期待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市長也好 我們未來文化局 一定會朝著後面來努力 我們不是只有就交出去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讓它營運更加的有效力 更加的國際化 而且我們會參與其中 這是我們市政府的很重要的一個立場 我想經過長時間的一個規劃 以及做過的征途 甚至乃至於在施工過程裡面 就即將在今年 市民就可以看到 甚至未來的部分更可以進去到裡面 去欣賞這些演出 我想這是市民對於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福祉 也是對於一些文化提升來講 新年提升來講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今天謝謝兩位 給我們做這方面這麼詳細的一個介紹 讓更多市民瞭解 這個台中大都會歌劇院 它未來的一個發展的園景 對市民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參加 也謝謝官朋友您的收看 我們台中大會來 下次再會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再見